就是我们的这个local来邀请到的我们的一些知识的 我们的这个联合主席 那么同时呢在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母亲节这个时候的盛会的时候 我们邀请到世界各国的联合主席带领他们的团队 来到我们的加拿大多伦多来领队这边的风光 以及和这边我们的各国的朋友 大家一起共同度美好的时光 谢谢 接下来还有媒体提问 你好我是这个北美好生活王的Thomas 那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关系性的各种各样的award 各种各种听讲或者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像一些才艺啊选秀啊等等 那你们现在这个活动 它跟其他一些活动的区里面在哪 有什么特别的亮度 谢谢 我非常地感谢Thomas 我们这个活动呢说起这个女性的话题其实不新鲜 说起多元文化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为女性和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 我们再进行一点我们的力量来做一个我们希望的各种的一个品牌 那么这个国际精英女性这样的一个品牌 我们已经这个注册商标 成为了我们的一个official的一个treatmark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真正地把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能够带进来 那么最初开始呢 其实我们的这些一些想法啊一些点啊 并不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非常怎么样一个宏大的计划 我们是在不断的这种工作和不同的这种族裔的接触当中 不断不断的有新的这种资源和新的这种火花碰胀出来 那么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 在我们在起初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接触到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代表对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立项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exciting 然后他们就特别的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这样的文化 也能够跟我们的这种Chinese community 和我们的就是Different community 能够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虽然呢 包括政府以及不同的机构都有在做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 对吧 我们多伦多市政府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财力 但是我们呢 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成立的这样的大业精英联盟的这样的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们也特别的希望 作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女性 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为女性做一些事情 刚才包括这个印度的代表 他也讲了一个成功的男性 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坚强的女性 刚才伊朗的这个代表 他也讲了这个红红主席 他也讲了我每天所面对的事 工作办公室 我的员工 我的四个孩子 最后才是我自己 那么刚才这个 我们的西班牙的这个红红主席 他也讲了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的助理我的团队 她们都是女性 因为我用女性 她们能够把我的事情做到一个我想象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为我们的女性鼓一个掌啊 谢谢 所以我们特别的希望 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裔 能够我们真正的能够把女性 能够把这种尊重和这种交流 能够放到一个更好的活动当中 所以这一个品牌呢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能够不断的这个发展和做下去的一个活动 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在第一届 在今年的五星节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得到了加拿大三级政要的这个大力支持 我们联邦当时有七个政要 然后还有省市将近有二十位的政要 给我们发来贺信和支持 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现在是2020年度 国际精英女性全球颁奖 盛点新闻吧 发布会 媒体提问时间 刚才呢 康麦斯还有彭总已经提了问题 接下来还有哪家媒体有问题要问 好 各位朋友 各自办法 大家好 我是Vili 我在Vili 我也非常荣幸 是荣获了去年五星节的冠军 是吧 现在呢就是说我知道 做自办法的目的就是想要弘扬女性 树立女性的品牌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的问题就是想问 就是你们会不会就是更深入的去 今后去帮助这些女性去做更具体的事情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Lili 我也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在我们 2019年的这个活动当中 Lili是作为我们的才艺大赛的一个冠军得主 非常地非常地祝贺你 那么我们在2020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不断发展当中 我们把这个活动能够做得有更多的这种更深的这种层次 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个对精英女性 对企业事业就是事业上有这个成功的这种故事来与大家分享 对这些精英对她们作为一个表彰 另外呢我们今天在下一届我们加入的第三个元素 就是鼓励青年一代的女性来帮助她们成长 用成功的女性的这种成长历程来激励下一代的这种历程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就是上一阶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增加了这个把它作为三个元素来操作 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 我觉得还有一种激励和帮助 那么说起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能够在具体的哪些事情上 我们这个平台还需要各个机构和设论 以及不同的组织的这样的支持 那么我们相信将来的未来 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支持和资源 我们能够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全方位 和更大更华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